第一段 我说这就是背景音乐的意思 他说 那人家之前说背景音乐就行了呗 还打什么BGM 什么灵智灵章 紫衣谁漂亮 我的女朋友最漂亮这种话 如果这句话 真的是发自真心 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发自真心 那就叫技巧 如果很喜欢这种技巧 那我只能说 你很不成熟 有多少幼稚的女生 救灾倒在那种技巧手里 反过来我其实认为他挺成熟 从你的描述当中 我听不到一点这个男生的不踏实 我始终认为真正成熟的男人 是抓得住自己命运的男人 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知道应该爱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知道应该抓住幸福 他知道应该踏踏实实过日子 所以别傻了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说 人在世人面前应该分成两个等分 一面是成熟 一面是幼稚 成熟抛给世人 幼稚只给爱人 他不是把他最幼稚的一面给了你吗 但是我想告诉男生的是 还有一句话叫做 改变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幼稚的人 因为他们幼稚到不知道害怕 其实你对他是有些害怕 你害怕失去 他也有一些骄傲 你不能纵容他这种骄傲 所以你不光是要在呵护他的同时 你还真的得上点进 还真的得读点书 或是学一些知识 好 谢谢图老师 第二段 来 齐总 当你听到这个女孩说爱情是调味品 婚姻是牢笼的时候 你还不赶紧跑啊 我想跑 我现在不能跑啊 你今天才听到他这么去评价 对 有可能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和今后 他以前从来没跟我这么说过这种话 好 即使他今天没有这么直白的说出 但是你可以通过种种的细节就可以知道你 第三段 也不要把事情呢做得这么极端 给他留一些空间 激励和宣泄怨气的方式和语言是不一样的 我们激励别人是告诉你你有优点 只不过你现在呢可能没有找到没有实现 这是一种鼓励 但是你不是 你完全的是一种攻击 如果不离婚就不要说出这样的话 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小伙子呢 我还是希望你能能够脚踏实地一点 他对你的抱怨呢 并不是在于你每个月挣多少钱 他能看到你每天努力了 有钱收益了 他对这个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就是可以暂时的安抚 为了你的家庭 请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阿姆老师 谢谢 很多客人的投诉 你的领导一定教过你一些跟客户沟通的技巧 首先要知道客户为什么生气 比如对产品不满意 绝对产品质量刺 但有很多时候是客户不太了解这个产品 有些功能他不知道如何用 也可能这个客户自己家里有了什么样的问题 很恼怒 结果一点问题给放大了 种种这种状况都会是有的 而你现在自省一下 你现在非常生气 到底是你对这个产品的了解不够呢 还是因为你有其他的愤怒要发现他的身上呢 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 你工作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他在给你做饭 等你回来你是不是吃现实呢 他在安排家里的一切 对不对 他不是对这个家庭没有丝毫贡献的人 他有的 你是在迁怒于他 为什么那次他向你举起了手呢 有没有你的问题啊 你有没有刺激过他啊 我有 所以啊 如果说你真是不想离婚的话 对他没有完全失望的话 多想让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同时给他一定成长的空间和时间 小伙子让自己迅速的成熟起来 这份工作找到的如果是符合你的职业发展方向的话 他的实施去做 不仅仅是为自己 也是为这个家庭 你的老婆付出了很多 你也多理解他 不要那么冲动 好吗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家暴的 只不过那次应该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一定是伤到了自尊心 但是自尊心不是人家给的 是你自己争的 如果你能做到一个真正是一个责任的 对这个家庭有贡献的话 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各自反省 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谢谢老师 婚姻不可以用自私和愧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你们俩异地两年 之前是的 但是你们的爱情抵得过异地恋 却抵不过生活的现实和内心的自私 为什么这么说 异地恋 是以男生回长沙而结束 女生觉得很愧疚 第四段 好吗 希望你们将来都能幸福 谢谢 欢乐送当中 许萧萧为了爱上那个医生 恨不得自己成为她的病人 那是爱 但是你为了跟她在一起 希望她给你扎一阵 这是因为爱吗 是因为害怕寂寞 是因为闲来无聊 如果你要是真的那么爱她的话 应该去医院给她送饭送汤才是 而不是要她在繁忙的工作当中 还要给你扎一阵 护士很忙 尤其是男护士 一个医院当中的男护士是稀缺品种 他们大部分干的不是女孩子的那种扎吱的活 而是体力活 所以你没有多爱她 在联想到之后 你给其他的男生买微博 联想到这些所有的事情 你一直以来 你是在找生活当中的一个伴而已 寂寞的时候 有人陪陪你 没钱的时候 有人把钱交给你管 想玩的时候 有人陪你玩 他要不陪你 你就吃鸡 他要是想买球鞋 你就给别的男人买微博 从种种情形表现看来 你对他是没有关爱 而且还要堂而皇之地把这个 以一个非常美妙的理由 就是我为你付出了 我到了苍州来 但你到苍州来 你干了什么呢 你只是到了苍州来而已 如果你是为了爱而来 你到苍州来得干点什么 事实上你什么也没了 你难道恨不得 因为你来了一趟苍州 你要吃它一辈子吗 第五段 不可能这种情况出现 各自反省 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谢谢老师 婚姻不可以用自私和愧疚 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你们俩异地两年 之前是的 但是你们的爱情抵得过异地恋 却抵不过生活的现实和内心的自私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异地恋 是以男生 回长沙 而结束 女生觉得 第五段 那是男生 我自己和他 我同样的自私 会不会用自私 像老子 那是男生 那是男生 我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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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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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